7点23分早安气象时间 今天温度终于是更加的稍稍回升 不过早出晚归 请大家还是要记得加一件薄外套 详细的天气资讯要来问书睿 书睿早安 好 书睿要问你 虽然说今天温度似乎在往上回升 不过有些地方今天是不是蛮容易下雨的呢 是的 包含北部 东半部 还有甚至恒春半岛地区的观众朋友 等会出门我会建议您 这个伞是一定要带在身上 同样是懒人包先帮大家整理一下 今天温度稍微回升 明天又会再下降 因为有另一波东北季风要报到了 所以北台湾会转凉 记得调整穿着 而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 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是有机会下雪下陷或是结霜的 所以追雪族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再来就像例如刚刚说的 是因为受到这个季风影响 还有南方云系关系的影响之下 今天东半部都容易下雨 尤其是宜兰雨势比较多 可能会到大雨等级 所以我们就来看到今天一个降雨的状况跟分布 今天包含在北部地区 还有东半部恒春半岛地区 白天就会有一些短暂震雨 尤其是到午后开始水气会逐渐增加 特别是在晚上到明天白天 这一段时间水气还会更多 除了在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雨之外 北部也会有雨 特别是迎风面的东北角宜兰 会到局部大雨等级 以及中南部的山区也会有一些局部降雨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一个百帕气流线 跟相对湿度场 我们要代表的是说 南边云系的水气不断地往北输送 让我们台湾附近的水气是偏多的 所以呢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中低层水气增多碰到山 就会凝结下雨了 那么尤其在深夜到清晨这段时间 高山的温度是比较低的 所以在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就会有下雪下陷 或者是结伤的机会咯 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而接下来几天的天气呢 我们要提醒您 明天又会有一波东北季风报道 而且呢再加上南方云系还是持续影响 所以东半部还是会有雨 宜兰雨比较多 北部南部也会有局部降雨 要到礼拜天礼拜一的时候 这一波东北季风稍微减弱 可是迎风面还是会有一点雨哦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到了 那么也要预告大家的是 在下个礼拜二又会一波强冷空气报道 可能会到冷气团等级哦 温度会明显下降 所以大家要先做好心理准备 那么今天的这个穿衣呢 我会提醒大家 在北部延南地区 今天高温大概是在22到24度 低温是在14到16度 所以呢出门在外 还是可以穿一个比较厚一点的衣服 中南部地区今天高温也是小幅回升到28 29度 所以呢像是中部地区 可以穿一个比较薄的长袖 南部地区可以穿一个比较透气的衣服 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 日夜温差还是蛮明显的 所以呢早出晚归 一样要戴一件外套保暖 那么花东地区今天的高温 大概是在23到26度 所以还是可以穿一个 比较厚一点的长袖 但是呢 今天各地的高温都比昨天再回升一点点 所以大家可以再稍微拿捏一下 这个衣服的厚薄度 最后再帮大家整理一下今天 全台的天气状况 今天北台湾高温可以来到21 23度 中部地区高温在26 27度 但是中部以北的低温 大概是在16到19度 尤其是苗栗地区 新竹地区会在更低一点点 那么南部地区今天的高温 可以来到28 29度 低温是在18到20度 宜兰是在17到23度 整天有雨 那么花东地区是在19到26度 降雨几率也是比较偏高 马祖金门地区在14到23度 澎湖地区是20到24度 所以今天全台天气不稳定 提醒您出门还是要带伞备用 这是这一节最新的气象资讯 那么时间交给丽如 准备用